我不是私人身份去访问这个事情 所以我才去找个理发店把头发吹一下 拿点这里水 这个叫标准 我们是做什么的啊同志们 对自己这些产品一点要求都没有 毫无尽量标准可言 那个叫正式厂合的商务组第一标准 有你有希望 秀子都没有我们怎么叫正式着装呢 所以我讲的这个东西 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什么 还是今天我接这个场合再强调一遍 是我们自己管理的质量意识和标准意识的问题 所以我说你的发型你的服装 座位的安排每瓶水摆的位置 你们可以去人家大厂室看看人家的物色 自己就跟着着装标准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 这也是工作 你知道吗 暂时自己起来的良好形象 在那的不是工作吗 不是现在这种转发 那早上起来也跟亲我一样的 我也不熟悉的 那时候我也是这样的 但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上 所以自己要有什么样的要求 或什么样的标准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些标准 要熟悉的运用 我现在所有标准三四星 就没有标准来做的呢 你为什么不按标准来执行吗 reiterate 比我们下 mourning 有什么好色